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打电话 然后发短信什么的 有事儿 有事儿 我觉得有事儿 后来有一次我俩争吃饭的 然后电话就响了 天东就起身出去接了 她原来从来都没有背着我的情况 当时我也挺生气的 我把电话就抢过来了 然后那女人就跟我说 你不要被她骗了 你查看你男朋友老底儿 她什么人呢 你就赶紧结婚 她早晚给你甩了 其实说实话 我心里面也没底 也去查了 但是所有朋友都支支吾吾的 一提到这事儿好像都约定好 别跟我说这事儿似的 那你说我能不怀疑吗 你的这个男朋友 可能有愧于对她的这个前女友 肯定是有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 所以她的女朋友才这么有底气的 一而再再而三地来骚扰她 又或者是 其实你的男朋友 根本就 没有想要和她前女友分手 是她的前女友把她甩了之后 她才来跟你在一起的 所以当她的前女友 来回来找她的时候 她无法抗拒 因为她没有办法忘记那个女生 我绝不赞成说 以对前女友的这个行为 就来推断说 你现在男朋友就一定有问题 这是这完全没有逻辑关系 你在跟你男朋友前女友的交锋当中 你已经输了一招了 对方很很很是高手 他说你去查她们 你就去查了 你让对方看到了 你对你现在男友是不够信任 所以她有机可乘了 我觉得他们两个 现在肯定还是有关系的 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剪不断理还乱 我倒是觉得你这个男朋友处理问题 欠妥当 他没有把很多事情处理清楚 但是不再存在跟他的前女友 还有什么情感纠葛 我就特别不明白 他男朋友为什么不带着他 跟前女友见个面 以后他再这么骚扰的话 他也不会介意啊 所以他男朋友就很优而寡断嘛 今天这个场合上是有可能促成见面 你认为天诺是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来说他对我就挺好的 对父母怎么样 对父母也挺好的 他像个花心的人 你不像花心人 明月和家境富裕的天诺相连一年了 互相信任 就这二人即将步入婚姻殿堂之时 一位叫流畅的女孩 却给他们的婚事带来危机 自称天诺前女友的流畅 不断通过天诺的手机短信和电话 向明月揭露 未婚夫的种种情感过往 而面对这一切 明月心中一个体贴专一的未婚夫天诺 却选择了沉默 这让明月陷入了无尽的困惑 明月来到现场 希望执名这位叫流畅的女孩 那么保持沉默的天诺 和自称前友的流畅之间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流畅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要在婚前 向明月公开天诺的过往呢 她说的都是事实吗 流畅和天诺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明月的告白吗 如果你的前男友 不是因为花心 是因为某些所谓的残忍 因为对方不能生育 又或者是有重大疾病和缺陷 跟她分了手 你能接受一个这样的男人吗 不能 因为如果这样的 又抛弃一个女人的话 她也能抛弃我呀 为你点个赞 嗯 先这样到开启告白 这么个人想 你是向两个人告白对吧 对 如果他们俩只能有一个人来 你希望谁来 我希望那个女的来 那如果他们俩都不来呢 我来之前 我跟天诺说我要到这里来了 我说事情已经闹到这样了 这是我最后最后的努力了 你到这来解决 这就把事情扩大化了 但是他这样的 我得逼他做出选择呀 那如果他跟刘畅 他们俩手牵手的来了 他们就情复燃了 他们难以割舍了 除了说不相信我对自己 还是有这些自信的 但是你刚才说你还不信自己 你要是那么信自己 你怎么会能查他呢 但是我现在回答你问题里 我我先告诉我 我还是有自信的 我相信天诺 行吧 那我们看看到底谁会来到县城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安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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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我是她的前前女友 前前女友 在我之前我知道的她就还有两个女朋友 在你之前还有一个女朋友 这些你都不知道吧 你这么救这些树羊 我前人吗 你也是前人 我是想告诉你她是怎样一个人 难道不明白吗 我之前让你查她朋友是不是什么都不跟你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朱天诺她不让他们说 其实我早就想站在这儿把这些事告诉你 她都不让我见你 我知道你们快结婚了 可能你还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也要结婚了 我们也撞修了房子 我们连呼叉照都拍了 你知道吗 但最后还是分开了 为什么 因为她在跟我就要结婚的时候 她在外面竟然还有别的女人 你能容忍吗 这种人你还敢嫁给她吗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我俩认识吗 因为我说的是事实 就算天诺今天站在这儿 她也不能否认这些事实 这都是你说的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她 你今天为什么还来到这个舞台呢 你不就是想知道她的过去吗 现在我告诉你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你知不知道这些 这些经验都是我拿生病换来的 我真是服务了这些女人 她们的聊天方式总是容易把问题都跑偏 聊在别的地方 我来问两下 可以吗 你们俩调换个位置 我问你几个位置 你刚才说天诺之前跟你也差点快要结婚了 是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 那时候我们是父母亲要认识的 父母对我们都挺满意的 我们交往了半年多 就准备结婚了 那时候听都对我特别好 什么都听我的 后来怎么发情不对劲了 我那天在卧室里收拾东西 她在外边打着电话就进客厅了 她好像是给一个女的打电话 因为我听她说 她说她跟我结这个婚特别窝囊 要不是她爸妈逼她 她根本就不会给我结这个婚 她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 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娶我 她还说就算跟我结这个婚 她也不会跟那女的断联系 她不知道你在卧室里面 她不知道 我当时头脑一蒙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后来怎么也想不通 我当时想我 我愿意为要做所有的事 只要她能回头 但是我咽不下那口气 我想听她跟我解人 她就是不说 所以我又一气之下跟她分手了 你对她说的这段你信吗 我听她那么说 我挺同情她的 但是她说这个人完全跟我印象 那天都根本都不一样 你印象当中天诺是什么呢 印象跟天诺对我特别好 我都了解她这么久了 你呢 你才不会跟她出了一年 你就这么相信她吗 稍微歇一会儿 稍微平静一下 可恰恰印证了那句话 这两个人在一起 时而互相同情 时而互相诋毁 两个女人在一起 不是故事就是事故 我其实谁也不相信 我想听这个天诺出来 她作何解释 每一个人她谁没有历史啊 我有很多前女友都很正常 但是她每一个 不是我说真的 一个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她喜欢谁 她跟每一个人相处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并不代表说 我今天对她这些都是假的 曾经对你那些都是真的 只要我不在同时脚踏两只船的前提下 我单方面的跟任何人交往 只要不结婚 那如果你不是同时脚踏两只船 你是在短十年之内 两只脚这样来跳去的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她内心摇摆不定 这也是她真诚的表现 不是脚都踏上去了 还摇摆不定呢 但是很明显的是 她和前女友已经没有关系了 但他们还联系啊 她只是为了提醒现女友说 她这个人不值得爱 老师我容忍不了 明月我问了一下 如果天诺就是她 就是这样的对爱情的灵性 你能接受吗 不能完全不能 你能接受吗 我也不能 怕死 所以呢我觉得明月 你应该非常庆幸就是 刘畅用她自己的一个经历 来告诉你警醒你 其实这个男人就是一个 你不应该去爱的男人 要不然你的下场就会跟她一样 她要报复这个天诺呀 因为你当初给我的承诺和科 她给你的承诺是一样的 所以她要站出来揭露她呀 她说的话才是最真实的呀 你真是你真逗 我真不明白你的那个逻辑到底在哪 你刚才说的话正是我要反驳你们的话 没有没有 我觉得刘畅 听我说完 一个怀有怨气 甚至于不敢承认自己对天诺还有感情的人 她说的话居然你还相信 刘畅你现在有新的生活吗 没有 你现在从你之前那个感情里面跳出来了吗 没有 很显然是没有 就是啊 这样人的话怎么能信呢 她就在说着自己跳出来 她在说着假话 她说的话能力更进吗 那你觉得你对于明月是嫉妒吗 不是我真的只是想她 她是善良的再去提醒明月不要布她的后尘 像她一样做一个傻女人 这个人都伤害过你 她此时此刻远离你是对你最好的一个结局 人家是有判断能力的一个成年人 人家过什么生活是人家自己的事 关我们一毛钱关系吗 而且我还想这么说 其实任何一个前任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修养和素质 就是跟前任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说所有的前任请和你的前任离得远一点 好 这就是遇到了一个特别不负责任的男人 两个女人不同的角度去来争辩这个男人 刘山我倒觉得是这样的 你说的这个朱天诺她是什么样的 我们真也没有看到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从两个人描述当中好像完全是两个人 就算天诺她是一play boy 她不能改过自新吗 将然你改本性难移 她可以抛弃我 她也可以这样抛弃明月 她就是这种人 我就是在提醒你 你太好戏了吧 不是你太好戏了吧刘畅 三年了 我要是你我就承认 刘畅绝对是在拯救你 可以了可以了 太乱了太乱了 可以了 我要刘 不是什么我要天诺 天诺出来吧 我终于知道女人为什么事上这么低了 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四个女人就因为一个还没来的朱天诺 炒成了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朱天诺未必智商还高 她就把他们四个人弄得血脉膨胀在这儿 我乐意啊 我就乐意啊 你们未必是敌人 也未必是朋友 但是因为一个天诺把你们俩搅和在了一块 在没有变清敌我关系的前提之下 不要动怒 呃 天诺会不会来到现场 要不要她来 要 要 要吗 要啊 她来了她也没办法否认这些事实 好 与天诺相联一年后 明月因为她的专一体贴温情 而同意结婚 而前女友流畅婚前的电话骚扰 在明月看来是对天诺未熄灭的爱 或是某种抱负 而在前女友刘畅口中 天诺是一个背信弃义男孩 仅仅出于好心 天诺结交的女孩她都会好心提醒 如果刘畅所说的全是虚构 即将结婚的天诺为何在此时选择承诺 如果明月心中的天诺才是真实的 那么刘畅这样的经纬真的是出于抱负吗 而对未婚妻明月的质疑 面对前女友流畅信誓旦旦的好心 以至沉默并最容易间有电话骚扰的天诺 会来到现场吗 刚才你所说的 不管天乐怎么样 哪怕是抛弃我 我也乐意呀 我不是说她抛弃我我乐意 那你是说什么 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 所以你认为是不会被抛弃的 我有自信对 那如果她是真抛弃你呢 我先跑去她 她今天不来的话我不能在一起了 不对呀 你开第一扇门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 我也纠结了吗 陆老师 要我也不能来到这儿 第二 天诺来了 亲口承认 以前的历史 她陈述的是 是是是是是 你怎么做 我不知道 懵了是吧 我怎么办我确实懵了 这有什么好懵的呢 如果她说的是句句属实 你要做的就是立即把嘴离开呀 我要听听天诺怎么说 我说如果天诺说的就是她说的 你怎么办 我要听她解释我不知道 你完蛋了 我不能一散毙了她 我要听她怎么解释 我相信她有 她是有来人之眼的 向来远浅奈何情深 既然情色 可以生肖母 好吗 就是认准是吧 我看的只不知我认准 我也不知道 让我们非常细分的到这儿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四 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还没来得及手 对吧 所以说起来你算不得上是一个 如你名字所说的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是吧 对 我问你 天后 他说都是什么 要跟情侯的是吗 会唱热的台了 今天别领导 应该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天生 我给你那么长时间 我相信你多久了 所以说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什么要把这个事 来 这样哈 接下来你们三个人好好把这事 尝心 一个一个来 行不行 你愿意 你先挑 你愿意站好 站好啊 接下来是 刘明月 刘畅 朱天诺的 告白时间 刘明月 不忘了我一会儿说什么 我都希望你能够先听我说完 希望你能够先相信我 你俩先说过 我现在太乱了 刘畅 其实 我跟你在一起 当时我根本就不爱你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不可能 你不爱我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你知道 那个时候你也知道我妈病有多严重 你知道那个时候 她一个月做三次手术 你知道她第三次手术跟我说什么吗 她就希望我能够和你结婚 所以说她才把你介绍给我 我想 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 我都觉得 你应该会答应我妈 这不是重点吧 是那个女人吧 你为什么不说那个女人的事 电话我都听见了 对吧 其实 根本没有那个电话 我只要那天 我只要你在卧室 我故意打这个电话 我希望你能够听见 希望你能够主动离开我 我觉得这样 你别编了 你这么多人的面 你说这种假话 你骗谁呢 我有必要 我编了 那时候我妈对爱中 你是自己知道的 陪我妈那段时间 你以为我还会跟别的女人联系吗 既然你不爱我 你为什么当时对我那么好 我对你哪好了 我除了给你买东西之外 我没你干过什么 那我过生日之后 你是不是给我煮了 床上面 我有 你有愧疚 所以说 才让你去 布置这个家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拿什么弥补你 今天我把 以前房子的钥匙拿来 我希望 你能够守下 希望你能够守下这个钥匙 你是在侮辱我吗 你说我要吧 昨天弄我在你心里 到底是什么人 我爱上是你的钱吗 我爱上是你的人啊 你人不回来 我要你房子干什么呀 但我真的不爱你 我真的 我一点都不想跟你在一起 真的一点都不想跟你在一起 我要人要人是什么 我告诉你 我刘上今天说到做到 我不会再纠缠你的 我每个人 试着靠近你一心 有些爱走过某一年 就成了 回不去的过天 大雪 翻新年 像梦走过多少纪念 被你吹你 等马头飘天落叶 不过 一切直的那么远 就谁谈谁也听不见 像这泪 家人在给朱天罗取名的时候 就希望他做一个 信守承诺的人 可是在母亲病重的情况下 朱天罗毫不犹豫地违背本意 偏从父母之力 而选择了流畅的爱情 需要在母亲病情有所好转之后 以不恰当的方式与流畅分手 朱天罗虽然维护了亲情 却伤害了流畅的爱情 在今天 所有事情明朗之后 我们祝福这位曾经被伤害 却非常真诚的女孩 在走出人生的武器之后 放下过往 去寻找真正的幸福 那么 明月在得知 未婚夫天罗 因为亲情 而背弃爱情原则之后 会再次接受 天罗的告白吗 明月 其实我刚才说的 你也听见了 我相信 这件事情 你已经清楚了 希望你 能够原谅我 天罗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这一段时间 我很想相信你 会相处的每一天 我自从遇见你之后 我就觉得 我确实以前挺爱玩的 但是 我以前从来没有 就碰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 我从来没有过 就跟你在一起 我从来没 以前没有给任何女的做过饭 但我跟你做过 我真的 特别喜欢你 我真的 想跟你走下去 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这三年来 我一直都挺纠结的